点练花旅行社的赏银团 行之有年 且多半都是一日游的行程 但也正因为是一日游 因此发车的时间都很早 点开旅行社的官网 发车的时间不是七点 就是六点半 我是觉得他们太累了 对啊 他在去几点就要出门 五点多就要出门 他先六点半在这 六点半开车是六点就要集合 他又一百分开来是五点多 然后他回来已经都很晚 都十一点多 早上六点半到晚上十一点半 算一算一共十五个小时 不过根据汽车运输管理规则 驾驶每日最多驾车的时间 不得超过十小时 写劳机法规定 一天包含开车待命和检查 走工时上线是十二个小时 明显违法 而这一次游览车国道反复意外 是否因为疲劳驾驶 对此家属和业者的说法不一 这个司机据我们跟 就是相关的有去询问过 这个他们昨天出车之前 司机他是休息了足足有两天 然后才出勤到 等于说他司机是经过有充分的休息 并没有说连续上班执勤的一个情况 旅行社说他休息两天 他根本是在跑荷欢山 被公司拉到跑荷欢山 他怎么可以讲他休息 同一间公司吗 同一间都是电叠花 康营正也表示 在13号发车前 父亲已经连续工作16天 到底这起事故 是不是超时工作 导致教室疲劳 未来将是厘清真相 及责任归属的重要关键 但不论真相为何 都换不回已逝的亲人 大家新闻李亚出品好 特别报道